孩子沉迷于玩手机怎么办 台北市议员曾献吟透过网路向5000多位家长 进行儿哨手机成应使用状况调查 发现近半数家庭经常或非常频繁的 因为手机使用造成亲子冲突 而也有许多家长们认为孩子使用手机 对作息情绪课业上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 那这次发出了5000多份的问卷 有效回收851份 针对是否造成孩子作息功课 情绪人际关系亲子关系五大面向来做调查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 49%的家庭将近一半 经常因为手机跟孩子造成亲子间的冲突 那么我们分成经常或非常频繁 这两个加起来将近一半 也就是差不多一半的家庭 常常因为手机跟孩子发生亲子冲突 所以这个问题已经相当的严重 在我过去的这段期间 常常我也上很多的预防儿校手机课 那看到的是 有一个异性眼神 有一个家长 爸爸跟我说 他已经摔了四只手机 还是没有办法让孩子脱离这个时候 一个妈妈跟我说 他摔三只 其实非常的痛苦 因此预防孩子手机诚意 变成现代家长重要课题 家长大人 你自己有没有手机诚意 我觉得这个大家已经都放不下手机了 当然我们大人也许成长的过程 没有这么多手机 但是现在很严重了 那因为小朋友看到大人 哇 一直在看手机 这手机里面到底有什么好东西 他一定很有兴趣 所以我们自己先要检讨 就刚才谢盈一直讲的 增加家庭的时间 当然这个讲很容易 做很困难 我是觉得家长自己 我们大人自己要小心 自己要多注意 学校方面 我们教育局方面 家长方面 尤其是回到家里面 真的就是家长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了 以及我们就是说 在民意代表的这个部分 我们都必须针对这个事情来重视 我们也很看到 看到今天教育局局长来 就表示他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 他把他的态度 把他的行动展现出来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 在这个部分呢 除了我们在议会民意代表的关心 我们家长会的关心以外 我们希望他能够落实到一个制度 制度面 能够来执行 那在我们的学校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除了在资金交易啊 或者是说应用的自信论理之外 对于呢 我们孩子什么样去认识 手机或自信电脑的应用 我们都有做很多的培训 那当然有包括家长的成长 我们也有做 那我们也有对 可能已经有高危险群 那个手机成瘾的孩子 我们也做一些辅导 也有做一些个案 那个案的辅导我们还做到 有住区的 还有呢 有到校服务的 就请医疗 諮商师 那都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会到学校里面去帮助孩子 那我想那个是比较末端的 可是我们需要在前端 我们就把这事情都做到预防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教育局的择护旁贷 因为毕竟这是 很重要的教育工作 那教育的工作的问题 虽然非常多 那手机成瘾这件事情呢 可能是现代世界 以及我们现在奥巴士大学生 可能会很容易 面对的一些问题 我们的孩子 用手机的时间 真的是比以前长非常多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值得我们重视 那我们教育局 一定会跟家长 也会跟议员们 他们一起来共同努力 为我们孩子 手机成瘾的问题的解决 跟努力 共同来打拼 在儿童节日 北市家长会团体 也一并借此呼吁 正式儿童手机成瘾问题 可能我们家长 在小学端的时候 就是要做到 就是说我们讲 己身不正何以正人 所以自己呢 要先把自己做好 再跟孩子陪伴的时候 能够尽量使用手机 那希望也另外能够 就是说我们现在小孩子呢 做教育的时候 我们最重视就是 他们的阅读 阅读完可以做一些讨论 这也是可以离开 手机的一个方法 那我想其实多陪伴 这是对的 就是让小孩子知道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手机 那回到家里可以谈谈很多的心事 其实青少年还是真的需要家长陪伴 然后在餐桌上刚刚提到的 我们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一个相处 而不是用手机 丢个手机来跟小孩子做相处 就是我们在高中教育里面 现在其实管理手机 很多导师 很多学校 其实蛮善尽指责 我在多年前去日本的时候 我非常惊讶 日本的所有高校 不管在东京 还是在其他偏向 手机是进不了校园的 带进去他就会要保管 那时候我就觉得 为什么台湾做不到 但是现在的台湾很多学校做到 因为班级里面有所谓的手机箱 那我去参加亲子座场会 我发现 哦 导师会在亲子座场会的时候 要我们大家一起表决 赞不赞成学生一来 手机就按号码锁起来 中午拿出来 然后下午上课再拿出来 再收进去 到放学再拿出来 只要是家长多数都赞成 就这样执行这个办规 我觉得是好的 孩子在学校是可以实施的 那为什么回到家之后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家长 可能我们也要大家一起 一起进步 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学习 像我其实跟我女儿的互动就是 哎 最近忙什么 那喜欢最近就开始化妆 哎 那我叫好朋友姐姐啊 什么叫带你去化妆 就是你从她的兴趣跟她互动 减少她用手机的世界 那是在用餐的时候 其实可以把手机就跟她沟通 哎 我们手机放下 或是大家去走走逛逛街 就是从她的兴趣上面 去跟她产生一个共鸣跟互动 我觉得从这个方面 从关心跟陪伴 那甚至偶尔可以跟她分享她在学校的状况 甚至你可以跟她讲悄悄话 到底喂养给小朋友什么东西 不是你限制她时间 不是说你必须你只能看多久 我跟你说你一天只限制她看一个小时 她这一小时如果看的是你 你绝对不宜许她看的东西 那该怎么办 在我们这些父母是很无助的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陪伴 我奉劝 今天透过媒体 我们所有的父母要去了解 关心你的小朋友在看什么 其实 手机成影这件事情 要让他们介意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给各位一个小小的配方 你只要知道她每天在看什么 她时间就会减短 就会减短很多 原来我的爸妈现在了解 我每天在看什么东西 我跟你说她八个小时 马上变三个小时 因为她五个小时 看的东西是不能让你知道的 其实大人的行为模式 也很容易影响孩子 所以平时家长们 也应注重自我手机使用时间 切入让自己过度使用 也会造成孩子的模仿效应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